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要报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据香港电台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差点跌倒 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在台上主持论坛 论坛完结后 习近平走到台前与台下多名嘉宾握手 期间 习近平突然失去平衡向前倾倒 身旁的保镖立刻将他扶住 习近平未有跌倒在地上 之后在台上继续向出席人士挥手致意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五也就是七日称 川普是朋友 并表示相信美国不愿意看到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遭到破坏 习近平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的一个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说 中美之间存在着强大的贸易和投资联系 他说很难想象美国彻底摆脱与中国的联系 或中国彻底摆脱与美国的联系 我们对此不感兴趣 我们的美国合作伙伴对此也不感兴趣 川普总统是我的朋友 我相信他对此也不感兴趣 这段话是由习近平有中文说的 他的讲话被翻译成俄文 然后由路透社被翻译成英文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今年5月以来 美中贸易战升温 进入6月份 中国政府又要面对六四三十周年 海内外民众要求调查天安门事件真相 接下来的6月9日 香港民间组织及市民发起反逃犯条例大游行 上述一连串事件 已经引起中国网民极大的关注 据自由亚洲报道 当大陆网民以为六四三十周年悼念过后 当局会放松网络管制 但现实是刚好相反 过去几日连财经信息媒体也遭到封杀 知名自媒体人王志安微信公众号头条号 微博账号也被全部关停 中国网民披露 短短十天内数百万个微信被封杀 可谓失衡遍野 自由亚洲援引南京财经6月6日报道 当天多个财经自媒体账号被封 其中包括环球老虎财经 金融街侦探 信托圈 老端的观点 摸鱼小组 金羊毛工作坊 陆家嘴小师妹 宁南山 骑行夜幕的统计课等 除此之外 微博大号公元1874被关 知名自媒体人王志安 微信公众号头条号 微博账号也被全部关停 去年年底 自媒体行业迎来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封号风波 超过9800个账号被处置 其中部罚 傅首尔 紫竹张先生 有树光 霍老爷等大号存在 今年早些时候 公路商店 神棍局 咪蒙 今夜90后等头部大号也相继被封 知名自媒体人王志安 微信公众号有600多万粉丝 但一夜之间被全军覆没 微信群主孙女士对记者说 已有多个群被封这些微信群封得很严重 包括发泄政府在工作当中不透明的那些事 政府只要知道就直接给我们封号 严重的可能找你谈话 还恐吓和威胁 舆论认为封杀微信群自媒体以及阻隔网民与海外的信息交流 在当局眼中似乎是最有效的手段 不过有网民形容称他们绝不会退缩 今日重建微信群是为了明日免于恐惧的自由 今日的所有牺牲是为了我们的后代们不再像我们今天这样 让我们凝聚在一起 这种力量就是信仰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稀土或称稀土元素是17种化学元素的合称 但稀土其实根本算不上稀有 所有的手机耳机或者充电电池都会用到这一种特殊的原料 如果没有包括葛兰和氏等17种金属元素 高科技行业就无从谈起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将稀土列为中国的三张王牌之一 当权者也很清楚这一点 因此就在几周前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高调参观了中国中部干州的一家重要原料加工厂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些稀有物质也被用于制造军事装备 全世界的大部分稀土都产自中国 中国官方媒体也公开表示 中国有可能限制对美国的稀土出口 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推特说 中央领导人正在认真考虑以稀土为武器反制美国的做法 人民日报的作者写道 稀土是否会成为中国针对美国毫无理由的极限施压力的一种反制武器呢 答案是明确的 如果稀土真的成为中国的反制措施 它能成功吗 美国显然听到了枪声 为了保障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原料供应 川普政府迅速宣布了前所未有的措施 据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称 35种元素和物质被列为对国家经济和安全至关重要的原材料 其中就包括稀土 另据德国之声报道 欧盟对稀土完全依赖从外部进口 然而根据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的估计 德国经济界无需担心出现供货的瓶颈 这与稀土实际上并非稀有有关 获得稀土主要难在开采上 复杂的生产过程会导致大量的有毒废水的排放 也产生具有轻微核辐射的放射性垃圾 尽管美国和欧盟每年从中国进口占起总需求80%的稀土 然而中国对全球这一重要原料的储存量仅占全球储量的37% 在美国也有一个大型的稀土矿 上个世纪加州南部的Mountain Pass矿就成为美国第一大 第一个开采稀土的矿山 澳大利亚在稀土市场上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除了中国之外 澳大利亚Mountwell的矿有着全球最大的稀土储量 自2011年以来这里一直进行着稀土开采工作 但是由于中国的工资成本较低 环保要求相对不严 因此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往往更低 不过稀土的非法开采和走私也是中国当局面临的问题 根据美国2016年的一项调查 中国40%的稀土产量来自非法开采渠道 因此据德国之音分析文章表示 中国媒体所说的中国将把稀土转化为武器的计划 很可能被证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自己也担心会因此推动全球范围内寻找替代能源的高潮 中国环球时报也承认存在着这样的风险 如果中国选择禁止稀土出口 将会导致复杂的后果 包括中国自己也蒙受损失 虽然中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损失会更大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这几天正值中国的高考 据报道 报名参加2019年高考的考生将破纪录的突破1000万人 而中国2600余所普通高等院校中 仅有100余所211985工程学校 这些大学分数线通常较高 让无数怀揣名校梦想的学子望而却步 据ABC报道 许多中国名校对本省考生更加的友好 同时不同地区在考生人数上也有巨大的差异 2018年北京市共计有6万余名考生 而同年山东省考生却达到了59万余人 河南省考生甚至高达98万余人 不同地区在高考上的种种差异也使得不少人选择投机取巧 搬去其他地区更换考生户籍和学籍以获得更有利的条件 在中国这种行为被称作高考移民 与通过高考进入北大的中国大陆学生相比 外国留学生的入学难度要低得多 港澳台和华侨高中毕业生若想就读大陆高校 还可以参加华侨港澳台高校联考 该考试与高考截然不同 据统计 2018年中国高考考生人数达到975万人 同年参加联考的考生人数仅有4800余人 因此有些家长为了能让子女进入中国名校 会先移民外国取得华侨身份 再让子女参加联考 甚至有中介机构以联考为噱头吸引客户移民 2018年11月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外交部 公安部和教育部联合出台新管理办法 从今年开始 考生若想取得华侨考生资格 需要考生本人及父母一方 取得住在国长期居留权或永久居留权 并在报名截止日期时 在住在国居留两年 且两年内实际居留时间不少于18个月 以护照上的签证日期为准 新规旨在打击贾华侨 这无疑给那些 以参加联考为目的而移民的人 加大了操作难度 而联考的试题难度 也不像许多中介所宣传的那样 上海某华侨联考培训学校的张校长说 联考与高考课程体系不同 不能简单的断定孰男孰义 他说联考面向的是港澳台学生和华侨学生 他们接受的基础教育与大陆学生不一样 与高考相比 联考在难度上要浅一些 但是考察知识面较广 会涉及一些大学内容 比如导数危机分 两个考试侧重点不一样 因此不能单纯的去比较分数线 而国家为了公平公正 来对华侨生进行整顿 他说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 高考移民对于真正的华侨生是有影响的 所以希望能延一些 嗨 遍布世界的明镜网友们 你们好吗 今天你所在的国家有什么新闻 2019年对明镜而言 是不寻常的意义 经过两年多的积累 我们正是进入高速成长阶段 蜕变虽然艰辛 却也幸福 我们终于可以展示飞翔 短短几个月内 我们打造了今天大新闻 明镜聊天室等精彩栏目 开发了文资邮报 音频播客等周边产品 并组建了一支来自全球的优秀专业团队 从今天起一直陪伴您的明镜 将更进一步贴近您的生活 我们正式推出明镜专属周边商店 以后记得抱着明镜抱枕 看明镜电视 也可以作为靠背 看节目久了也不会累 出门时记得把您的书籍 笔记装进 点点今天是主题手带 走到哪里读到哪里 读到哪里想到哪里 此外我们还推出了手机壳 休闲服装 马克杯等其他产品 未来我们还将陆续上线 更丰富精彩的商品 您也有机会参与产品的设计 并获得价值回馈哦 明镜从线上到线下的陪伴 带您了解世界的变化 守护您走过人生的旅 您善意地支持我们微星陪伴 让我们与世界并肩同行 看新闻的人永远不寂寞 当然 这只是我们2019年发展规划的一个环节 为了几个月内 明镜舞台从内容到周边 甚至到媒体生态系统 都将更加丰富完善 我们深知我们还不够完美 成长途中也多挫折坎坷 但是有您的陪伴 苦涩也甜蜜 唯有用更好的自己 报答最珍贵的您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 中美贸易战貌似陷入了僵局 但其实中美双方的高官都在默默寻找机会 重启团判 来结束这一场长达数月的拉锯战 有知情人士告诉南华早报 谈判的进展很缓慢 而且跟2月份的时候已经不同 重点已经不再是签署量解备忘录了 消息人士还强调了会谈中的一些重要分歧 比方说中方对美国媒体披露了 有关谈判停滞的敏感信息 这一点表示非常不满 周四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在与中国的会谈之中 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情 他进而继续要挟说 如果有必要 他可以再向中国提高3000亿美元的关税 几个小时之后 中国央行行长易刚告诉彭博社 中国在与华盛顿的长期贸易战之中 调整货币政策有巨大的空间 不过他还预计 本周末在G20会议间期 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会进行 富有成效的会谈 有分析师对南华早报表示 未来几周可能会发出更多相互矛盾的信息 因为双方都在寻找机会重启谈判 但同时又在加强自己的谈判码 南华早报联系到的政府消息人士和观察人士称 他们普遍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悲观的态度 他们说在这个时刻 双方的最佳举措是同意停战 争取时间达成协议 一位来自美国的消息人士表示 两国政府正试图弄清楚下一步应该是什么 以及他们应该如何参与 但是时间框架尚不太清楚 与此同时 一位来自中国的消息人士表示 许多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中国五月份的经济数据 他提到在中国贸易谈判中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五月十日最后一轮谈判破裂之后 曾经跟美国同行通过电话联系 但是他们最近几周都没有在交谈过了 有消息人士称 谈判的基调最近应该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很难想象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会有多大 根据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 有一次中方确信在第七轮会谈之后 谅解备忘录即将签署 刘鹤的随行人员甚至看到为签字仪式准备的一套国旗 但是刘鹤在2月22日与川普会面的时候 川普曾经出人意料地告诉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说自己并不希望看到一项备忘录的签署 还说他自己并不喜欢备忘录 他希望签订更具约束力的合同 刘鹤对川普的这个答复感到吃惊 并且对同行的美国贸易代表表示 他需要把这个消息带回北京 寻求进一步的指导 但是一旦刘鹤回到北京 几个月之后发展的乐观情绪开始让诸位怀疑 中国的领导层也开始担心 这一项的交易可能不会发生 北京其实显然倾向于跟华盛顿达成量解备忘录 达成一项协议的 消息人士表示 量解备忘录将使中国在谈判条款和条件方面 拥有更大的自由自裁权 并且决定向公众披露多少信息 但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例 将会受到全面公开的披露 有消息人士就表示 北京并不愿意公开谈判 因为这可能会引起国内的强烈反应和批评 有消息人士称 尽管中方要求美国保持谈判机密 但是中方对此感到恼火 因为每天最近在美国媒体上 都会出现泄露的事件 根据一个消息来源称 所有的这些被公开的信息 都是基于美国提案的 这些提案都是用英文撰写的 未经中方同意甚至读过就被公开了 有消息人士透露 北京方面同意在五年之内 对美国的贸易损差削减到500亿美元 他还同意增加美国的进口量 但是作为这一协议的回报 北京希望华盛顿放宽 对中国高科技产品销售量的限制 此外在谈判中 中国还希望美国立即取消 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 但是华盛顿希望保留 对至少500亿美元的 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 这些产品与中国制造2025的这一项计划有联系 消息来源还透露 这些关税只有在中国对美国承诺 取得可实证的进展之后 美国才会同意取消 有消息人士还表示 我们无法从美国采购所有大豆 如果美国一年收成不好怎么办 我们的其他贸易伙伴会怎么想 这将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 并且使他们感到不安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焦点 中美贸易战仍然在进行之际 习近平迎来了超级访问月 他高调访问了俄罗斯 并且出席了圣彼得堡的国际经济论坛 中俄两国领导人在宣布发展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同时 还宣示会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在国际事务上贡献中俄方案 习近平说这项声明在当前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体现了中俄的担当精神和两国战略协作的积极效应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的一些安全问题专家对此表示了忧虑 他们尤其担心的是中俄之间采取协调性的战略行动 使美国不得不同时在东欧和西太平洋 面临两线作战的问题 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的国事访问 正值中俄两国近周70周年 这个时候中美交恶 美俄关系持续处于低谷 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访问 也是他在中美两国展开新一轮贸易战之后的 第一次重要出访 而除了国事访问 习近平还率领随行的 一千多名中国官员和商界人士 出席了圣彼得堡的国际经济论坛 然而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 因为俄罗斯今年2月逮捕了一名美国投资银行家 而抵制参与这次的论坛 访问期间 双方还发表了 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声明列出了当前中俄关系的主要特征 高度的政治互信 完备的高层交往和各领域合作机制 内容丰富具有战略意义的务实合作 和坚实的世代有好民意基础 以及密切有效的国际协调 根据克里姆林宫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俄贸易去年几乎增长了25% 总贸易额达到了108亿美元 突破了1000亿美元的关口 习近平在俄罗斯举行会谈的时候说 当前的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机 在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 中方愿意同俄方共同努力 在国际事务中贡献更多的中俄方案 在双方签署的经济合作协议之中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最大的运营商 俄罗斯移动电信系统公司 与中国电信业巨头华为签署的5G合同 美国目前正在以安全为由 全力阻止其他国家使用华为的设备 俄罗斯移动电信系统公司的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孔亚 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 跟华为的协议不仅可以在不久的将来 在俄罗斯开发出商用5G网络 还将为俄罗斯和中国 间发展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做出贡献 这是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以来 第一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也是2013年以来第八次访问俄罗斯 习近平跟普京见面的次数 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见面次数 习近平在接受圣彼得保国立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的时候说 普京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 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耶鲁博寿研究员杜如松 就对中俄之间日益密切的合作感到担忧 他日前谈到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说 我最关切的是双方之间的协调性战略行动 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在东中国海采取行动 而俄罗斯同时在波罗的海采取行动的话 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两条战线的问题 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欧汉龙则认为 美国需要避免他所称的钓鱼岛悖论 其对小规模或是利害关系不大的冲突 做出过度反应 以避免在东欧和西太平洋这两条战线上 不得不同时对付俄罗斯和中国这两种情形 前美国助理国务卿洛德 也对美国在目前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之中 所处的劣势地位感到担忧 尽管他并不认为中俄会建立长期的同盟关系 他参加一个会谈的时候说 在今天的三角关系中 我们处于最糟糕的状态 我不认为中俄会建立长期的联盟 矛盾太多了 但很明显在这个三角关系中 我们现在的状态比40年前少了很多 不过 华盛顿的防务研究机构的副主席厄哈德说 在大家都在讨论 我们需要避免俄罗斯和中国走到一起的时候 他想要的恰恰相反 他认为美国需要极大加强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竞争对手的了解深度 在他看来 美国对中国与俄罗斯的了解远远不如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的了解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焦点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访俄之旅迎来了不少的国际关注 其中就有分析人士认为 这一次的访问充满着反美的色彩 不过也有反对声音表示 尽管如此 中俄都不可能结尾同盟 美国之音报导认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次访问俄罗斯 正指两国都把美国视为对手的时刻 在不久之前 莫斯科举办的一场两国智库研讨会上 讨论的问题包括有 两国应该举行更多的联合军事演习 以更多样方式加强双方军事合作 特别是在针对美国的情报收集领域 两国应该展开合作 而更有俄罗斯学者呼吁 莫斯科应该帮助北京组建导弹防御系统 此外 双方还采取了一些针对美国的实际行动 6月5日 两国在克里姆林宫签署的近30份的文件之中 其中一份文件涉及在俄中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 俄罗斯媒体报导说 双方还将把两国各自的支付转账系统总和对接 这一线的做法能够避免美国对俄罗斯制裁和中美贸易战造成的损失 有俄罗斯媒体还把这一次习近平反俄称为两国历史性的接近 但是根据报导 还是有许多的分析人士认为两国不可能结成同盟 将戏去再利益的领域有更多互动 双边关系中有许多分歧矛盾将会及时存在 比方说在中日存在领土纠纷的东中国海 以及南中国海的问题上 俄罗斯目前还保持中立 而中国也没有公开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 不仅如此 中国宣称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并继续从乌克兰获取国防科技 让俄罗斯被感压力 中国外长王毅最近还特别访问了俄罗斯的另外一个仇敌 格鲁吉亚 而这是中国外长十多年来首次访问这个同样积极寻求 加入北约的前苏联地区国家 格鲁吉亚三分之一的领土目前被俄罗斯吞并 王毅在当地表示会支持格鲁吉亚的独立和主权 而再到备受关注的中美贸易战话题之上 俄罗斯仍然持观望态度和中立的立场 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就提到 贸易战并不是俄罗斯的战争 同中国有许多合作项目号称普京坏计的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会的主席 德米特里耶夫说 面对中美贸易战 俄罗斯不可能有任何计划去帮助中国 而尽管普京曾向后两次以主兵的身份 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 但是俄罗斯迄今没有正式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 普京曾经强调可以把考虑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 跟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两个计划进行对接 但是俄罗斯也虽然强调在北极问题上会同中国合作 并希望能够吸引到中国投资 但是中国却把自己宣称为进北极地区国家的举动 这导致了俄罗斯的反感 商人日报说 尤其让俄罗斯感到不满的 是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强调打造冰上丝绸之路 俄罗斯认为这一种的提法给外界造成的错觉是 中国是北极的老大并且试图主宰那里 而想控制北极的俄罗斯却沦为了老二 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 普京几个月之前强调应该优先建设莫斯科到圣比德堡高铁 这等于枪毙了与中国合作的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 尼科里斯基还说 佩斯科夫在解释决定首先建设莫斯科到圣比德堡的高铁的时候 提到莫斯科到喀山的高铁可能会在2025年后考虑 而这种说法其实是糊弄人的 因为普京的总统任期将在2024年结束 那时候俄罗斯的政局和政治生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尼科里斯基还说 中国目前把发展两国关系的赌注都压在普京一个人身上 但其实普京的支持率正在大幅下降 而中国威胁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 糟蹋俄罗斯的森林和贝加尔湖 民意之中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都非常难以改变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